好 那就一句話 神管政治嗎 那 但伊比書2章21節 他改變時候 志祺廢王立王 將智慧賜於智慧人 將知識賜於聰明人 所以在他在民主時代 神廢王立王 請問怎麼廢王立王 透過選票啊 對不對 透過選票啊 那所以呢 我們基督的責任呢 那當然既然神有立王廢王 那我們要明白他要立哪一個 廢哪一個嘛 所以呢 當你要有這樣的心智 要來跟神一起來同工的時候 才知道說 那個時候神就會把智慧 賜於智慧人 將知識賜於聰明人 所以各位在這裡還有收聽的 全部都是智慧人跟聰明人 我相信就在這個時候 因為你關心你站在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神呢 要將他廢王立王他的心 自己來啟示在我們裡面 介紹聖明真理人的啟示在我們裡面 所以呢 你會得少智慧跟聰明 OK 因為我個人在研究這些現象 也不過是這個幾年的時間啦 我以前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 OK 那我本來在台灣也是無黨派 所以 可是呢 然後在研讀的過程當中呢 我會發現說 我的腦筋被搞來搞去 一下左邊 一下右邊 一下前面 一下後面 一下黑了 到底誰是真的白 誰是真的黑 那誰是披著牙皮的牙 誰是披著牙皮的牙 齁 Right 你知道 可是呢 真理呢 因為你裡面有一個追求真理的形象 羅馬書裡面講的 我們基督還有一個The love of the truth 不是只有Love 愛基督 愛基督還有The love of the truth 那因為 如果你沒有The love of the truth的時候 沒有追求真理 愛真理的心的話 那你就很容易在仇敵 把evil變成good 對不對 像現在我們說麥迪的謊言 就是這樣子啊 把邪惡的事情當作是善良的 把善良的當作邪惡 但是它是在一個愛的面具裡面告訴你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很多的這些 這些沒有追求真理的 熱愛真理的 沒有許主的心智 很容易就被 一個一個潛移默化 慢慢就從頭讀到腳 就這樣 OK 好 所以呢 要了解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 耶穌講中那個 就是我們要明白那個世代的征兆 世代的征兆 好 那我們現在到底走到什麼地步呢 照我剛剛講的 我們用這個末世的經文的眼光 然後對照現在時代的推演 我們現在走到什麼地步 我先點出這個主題 這個就是川普 川普啊 為什麼這一次的 美國歷屆的選舉裡面沒有像川普 這一次的選舉這麼的重大 2016年就是這麼大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本質的背後 現在不是在選就像川普講的 他在那個舊職演說的時候 他所講的那個是 質地有聲一句話就把重點直接講明了 他說不是今天不是民主黨輸了 也不是共和黨贏了 他說是什麼 是people 人民贏了 為什麼 因為這兩黨呢 背後都是有globalist 所以為了要建立全球政權呢 所以他們所有在經濟 政治 文化 很多的各方面 貿力各方面 氣候協定各方面 他們要藉著這一些的議題來建構 跨越各國的主權之上的超級 精英統治階層政權 OK 這些直接可以凌駕跟跨越各國的憲法 OK 這個就是globalist 而且 好 那所以 這個呢 可是川普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這個呢 講的就是national 國家主權 我每一個國家有國家的主權的 每一個國家的人民呢 他自己知道 我會對這個國家好的是什麼 OK 我不需要人在千里之外的 在那個 比如說在歐盟的 比如說以英國來講 我不需要在 我是如果說我是英國人 我不需要那個在 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的那些 不是我們英國人民選出來的那些人啊 他們甚至不是英國所制定的法律 這種直接來管理我們的生活 他們怎麼知道什麼事對我們好 OK 對他們來講很好啦 因為權力很大 OK 這樣子 這個呢 也就是 一把鑰匙 你要了解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步 還有你要解釋現在所發生的 很多事情為什麼這些的 左派的政治人物呢 到底他們是 TOP TOP 派體 是頭腦壞掉的嗎 還是說不是呢 他們頭腦不要壞掉 只是說他們背後有一個圖謀 他們背後有那個精心架構的一個藍圖 他們要建立 所以他們才這樣子做 每一個動作背後有目的 OK 如果你 我覺得這是我個人的啦 我個人我覺得 我呢 漸漸的這些幾年來的研究 因為我發現 就是唯有透過這樣子的 這一把鑰匙呢 我把很多事情都看清楚 我覺得 欸 邏輯上面全部都可以講得通的 好 所以呢 比如說 比如說 為什麼加州這些 進來左派 剛剛米娜講左派控制的 OK 百分之八十的 都是那個 現在的 擁護全國主義者的這些 那個民主黨的人員 那 為什麼要開放邊界 為什麼要背著屁股州 為什麼邊界要讓這些人 自由進出包括幫派分子 MS13 都可以自由的進出呢 為什麼 為什麼開放邊界 你是說他替他派 他沒有啊 因為他就是globalist 你既然要成立global 全球的政權的時候 跟對抗這個所謂的 nationalist 國家主權的時候 當然這中間的分界是什麼 江界 就是江界嘛 江界一定要把他打破嘛 江界一定要把他抹平 好像歐盟這樣 但是他全部自由進出嘛 中國與國之間是沒有江界的嘛 那沒有江界自然就沒有主權了嘛 這是這樣子推的嘛 這樣推演的嘛 所以你了解說他們不是腦筋壞掉啊 因為他們要推的是 要把走向這個全族化的 這一個 里程碑裡面必要的 過去呢 過去呢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new world order啊 這些東西啊 new world order 世界新秩序 本來就是globalist 就要建立全球政權 我剛剛講的 少數菁英統治的 好那 過去我老是覺得說 這個以前我剛聽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人吃飽 要沒事幹一天到 講這個論調 你知道嗎 就是globalist 加州陽光美的粉 OK 那個 天氣又這麼好 你可以好好享受生活 後來呢 看看這些亂象 就開始研究 我先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我們先看一下 一短短的 1991年的9月11號 放一下 It is a big idea a new world order where diverse nations are drawn together in common 這個就是那個老布希總統啊 在1991年的9月11號 第一次在美國的國會裡面呢 對著全世界發譜 這個 It is a big idea 這是一個非常 偉大的一個理想 什麼idea new world order one world order 他說我們現在呢 終於來到人類的歷史進程上面呢 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了 我們的機會來了 現在可以各國各民族 可以共同來建構一個世界新秩序 one world order 這是他第一次宣告 就在這個 這個裡面 對全世界宣告出來 緊接著 10年之後 Exactly 10年啊 大家記得剛剛我講是1991年的9月11號他發布的喔 10年以後 2001年的911就發生了 10年 Exactly 10年 發生這件事情 就說自從這件事情以後 全球進入所謂的反恐 新的形態的戰爭 所以有人稱這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應該有不同形態的戰爭 OK 接著到 幾乎世界上的一個國家 再來呢 這個反恐 我請問大家 反了十幾年 到底是 那個恐是越來越少 還是恐是越來越大 奇怪這個反恐怎麼反不完啊 而且越反越恐啊 越反了這個恐的規模 越普遍化 你會不會覺得很莫名奇怪 請啊 全世界這些領導人 這些精英們 怎麼會這樣的一個事情會搞不定 大家都說要反恐怎麼反到後來變成這樣 那麼自從這個911開始以後 就進入了 因為這個提供了 那個建構全球政權的 建構全球政權的 這個我剛剛講的 Globalist New World Order的 這個基礎 這個基礎 為什麼 因為 大家要明白這個 New World Order的建立 他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 光明會或者是共濟會堂的標誌 有一個鳳皇鳥 大家記得嗎 有一隻鳥 然後這個你們可能要去看我們 過世風火台 我講了四個小時 一塊美金背後的秘密 大家 有機會去看 裡面解析了就 最重要就是說他們的是 他們的那個 那個 他們的所敬拜 他們的那個 所用的Logo Icon 象徵啦 裡面有一隻鳥 那個鳥是有兩個頭的 一個頭往前面看一個頭往後面看 有一點像我們傳說中的那種 Phoenix 鳳凰鳥 OK 然後呢 他不是每五百年 不是花一金又重新出生嗎 為什麼他會用那個呢 因為那個本身呢 這個就是他們的意義是什麼 好像這個鳳凰鳥呢 他是那個 從這個灰燼之中呢 才產生的 所以呢 這個大家注意這一點 就是 以後為什麼 能夠 聖經裡面所講的 這個Digi Road的全球正點 Global Government會能夠成立呢 就是因為先要 一個全球性的大災難 政治經濟 各方面的大災難 OK Chaos 所以out of chaos 從這個混亂 之中呢 才能夠產生什麼 新的秩序 所以同樣的 把 全世界搞成這個大災難 而且是人為製造的大災難喔 裡面呢 他們呢 從那個裡面 再吸起來說 我們 有答案 We have solution We have solution 只有他們有答案 因為本來就是他們考 OK 那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全世界的 才預備好每一個人呢 預備好心裡面呢 願意來放棄 個人的自由的尺度 因為那個時候 你要面對這種不可 未知的恐懼 跟未來的時候 那你就是 願意放掉這個呢 來取得集體的安全 這個就好像 這個在歷史上面 這個發生的案例 非常非常 所有的獨裁政策 基本上這樣刑起來 好 先來講2008年那一次 2008年的時候 歐巴馬中 出來競選的時候 那一次 很多的美國政治觀察家 就講說 這個呢 已經美國到了一個時間點 什麼時間點 那個是 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的分水 所以大家看這個 National Review上面 就弄得很清楚 這看起來還 就好像那個 當初的烈屏革命的那個樣子 然後呢 Hours is what Socialists Future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其實美國不法永世知識啊 只是我們平常沒有去注意而已 OK 那個 因為他們知道說 到時候你 如果是選那個 歐巴馬當總統的話 那就代表美國從2008年以後呢 就要從資本主義走入社會主義 不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很重要 剛剛明朗就講到說那個 民主黨他們的政黨 黨綱裡面 比如說 不是民主黨 就美國那個 跟越地安保育區的那些 有沒有 那個呢 你福利福利 東大眾人都懶掉 他就不會做事情了 而且呢把上帝給我們的那個創造力 創造力呢 給拿走 OK所以連保羅都講說那個賤男在教會裡面 賤男只要吃飯不做事 你都不能 不行要常常去親要做工啊 保羅也是親手做工啊 OK所以那個 那個耶穌絕對不是共產黨 也不是社會主義的 OK 阿門 OK 好所以那個 美國從此呢就進入了這個2008年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奇怪 搞了2008年到2016年下來 突然之間 變成了很多的 Entitlement 欸我生下來我就應該有這個權力 我生下來就應該有這個權力 你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嗎 所以搞了一堆 垢倒族出來啊 也是這樣來的啊 對不對 媽媽呢還已經六十幾歲了 還要在那個 食堂裡面 然後端那個 盯上然後就賺那個 一天賺回國 其實小孩子都二十幾歲三十歲了 在家裡面啃老 OK Entitlement OK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子來養小孩啊 真的不行啊 OK 那何況一個國家 好 所以越網越窮 所以為什麼搞成我們現在加衝一堆的 像那個translator講 那個homeless 到了15% 搞成全美國最多的 本來是黃金州啊 我們是Golden State 本來是經濟的隱情啊 目前最好還是全是第五大經濟體 但是也是帶動的 現在怎麼往下一直走 就是這樣來的嘛 好 然後呢 不只是從那個 所以這八年來不只是 美國從這個 日本主義變成的那個 社會主義呢 另外呢民主黨黨綱的演變 民主黨黨綱的演變呢 過去的這些年來 黨綱的演變 反映一件真實的事情 是什麼 它的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民主黨裡面的那些忠心愛主的基督徒的力量 視為了 我再講一次 民主黨裡面有也是有很多的 就是那個忠心愛主的 可是這些人呢 他們被打壓 這些或者是他們該站起來的時候 在一開始沒有站起來極力的反對 OK 把他們拒絕他們會去的力量 所以呢 這樣子的力量被視為下來 從美才會造成的 這個民主黨黨綱的演變 那民主黨黨綱的演變 我們就以那個 我們看下一張 在 美國的歷史上 或全世界的歷史 我跟你講 2012年那一次是創世界紀錄的 為什麼我說創世界紀錄 全世界 全世界 包括你在怎麼樣 落後的國家 在怎麼樣 知識落後 不發達的國家 第三世界 的國家 你沒有一個國家的 就是主要的政黨 還有呢 總統跟 總統跟副總統 正式背書 正式背書 同慶婚 正式背書 而且就在那一年呢 2012年呢 直接納入民主黨的黨 這是歷史上年 OK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這個下面 紅線下面有沒有 這邊呢就講到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is issue 有沒有看到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is issue 就是說呢 歐巴馬 他在2012年的時候已經當了一屆了嘛 那時候這個是要再入行競選連任的時候 所以在2008年的時候他在這個議題上面當記者問他全國的觀眾面前呢 他並不表態 他並沒有表示說他是支持喔 OK 可是呢過了四年以後 2012年就公開表態 不只他表態 胡總統沒表態 不只他們 表態 還寫入 共產協助 民主黨的黨綱 這是他們所信奉的 念表 他們要退的主流的價值 OK 這是這樣來的 OK 那為什麼那個 經過了四年以後呢 民主黨的民主黨可以這樣子的 把他的 那個羊皮 我剛說披著羊皮的狼啊 就是把他的羊皮也拿下來了 你看看他這隻可愛的狼是怎麼可愛的 OK 好 就跟你講了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因為他知道 四年下來 他已經知道 第一個2008年的時候 那個 很多的 第一個2008年呢 以一個號稱美國為基督徒 為主的國家 反正其實是六十幾十基督徒的國家 六七十基督徒 能夠選出 這些基督徒呢 能夠 怎麼講 他們並沒有堅持那個主流價值觀 聖經的主流價值觀 出來投票 你知道嗎 或者是出來反對 所以他知道這個傳統的基督教的勢力 已經視為了 在他2008年出來競選的時候 他還要高深的講說 Jesus my personal lord and my second personal savior 那個and all 因為知道他如果沒有基督徒的 那個支持 或者是 那個基督徒如果都出來反對的話 他選不上 OK他還要這樣子來講 到底2012年開始都不一樣 OK 好 然後 你就知道說 到了2012年他已經知道說 基本上呢 這個基督徒的美國的這個傳統的基督教的 力量 已經視為了 OK可能就好像回到剛出那個 雅哈王的時代 反正陳醫生也不過剩下七千的巴黎 沒有對巴黎拘捕氣 也不過剩下七千的 這些的核心 這些的死硬派的基督主啊 你只要對付這些就好 其他的 他們是默不關心 其他的 他們沒有力量 其他的他們沒有膽子 起來反對 所以呢 明目張膽大張旗鼓 後面的事情就發生 好 這個就是 我所看到 也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呢 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烽火新聞線啊 我們或是烽火台呢 還有一個節目叫烽火新聞線 烽火新聞線呢 這一兩天會推出來的 這個叫做 你在教我的孩子什麼 加州的中小學性教材背後的真相 為了錄製這個節目 這可能今天或明天左右會放出來 這個呢 我們只是把 他們所要放到的那個教材 裡面的東西唸出來而已 我跟你講光是準備的那個 寫這個新聞稿的童工啊 他只有好幾天睡不著覺 好 第二個呢 我們 請那個 因為姐妹他是專業的播新聞播報員的 那在播報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他根本就唸不下去 根本就唸不下去 那我們這種都幾十歲的人了 這都已經覺得 很難開口 演練不下去了 那你要給 小那個 幼稚園呢 從K開始 幼稚園小學一年級 二年級 到那個七年級八年級 從那麼小 你就要給他 喝這種 毒藥嗎 你在叫我小孩子幹什麼 為什麼 一個政府 他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政府呢 然後呢 像我跟你講的 而且是怎麼樣 他明明是披著羊皮的狼 現在呢 他還要假裝他是披著羊皮的羊 不是啊 講錯了 他還要假裝他是 他是披著羊皮 他是披 他實際上是披著羊皮的狼 OK 但是呢為什麼 這也不足為期啊 不足為期啊 因為為什麼 聖經裡面講說撒旦也將當作 將裝作 光明的天使啊 末世裡面最大的欺騙是什麼 就是以二為三 以善為二啊 啊尤其最可悲的欺騙就是 如果我們基督徒被騙了 那不是很可悲嗎 明明上帝的話 如此的清晰 如此的清晰 明明在我們裡面有真理的聖靈 可以阿門 可以不阿門的啊 有真理的聖靈領導啊 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在我們 容許在我們面前大規模的 而且 甚至 被騙 這 這個就是 deception OK 那 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這個政治的議題不再是在會堂之上 而且是 基督 而且是 就在現在侵入你我的家裡 如果你小一心大了 是大了 沒錯 可是呢你的孫子孫女 就是要讀這個東西 我自己的孫子 再幾年進去就要讀這個東西啊 所以我們基督徒齁 現在你也不能靠政府啦 OK 你現在呢就是要自己要趕快自己的小孩自己教啦 OK 自己的孫子孫兒啊 孫女啊 自己教啊 趕快先小的時候就趕快 趕快給他好好教 OK 現在不再是過去的 聖誕節的大家穿得漂亮 是 叫做反正小孩子的組織學教育 NO 我們現在所處的已經是這樣 我們已經被推到這樣子的壘包上面了 現在這個進展已經到這裡了 我們要認識這個世代知道 知道我們所處的現在是在什麼position OK 那我們手中有什麼武器 我們手中有很大的武器啊 我們手中有很大的武器啊 神的話語啊 無間不吹了 OK 但是人家很小就把他這個 讓我們這些很小的 就開始把他們培養成末世現代 OK 以至於呢 那時代要到了那個到時候 要到那個 神要用他們時間到的時候 會有一大批的以利亞跟以利少出來 阿樂爲 因為神呢也許在末世呢 你看看在啟示錄裡面啊 有那個耶翰看到站在玻璃海上面 穿著那個白色的喜白雲 然後中律師在那邊唱那個 摩西的那個羔羊的那個歌的時候啊 OK 那個是數不清來 各方各族各民的從來 那個長老就跟 長老是天使跟使徒一樣 講說這些就是從大患亂裡面出來的 OK 所以這後面還有應許 以大波的這個末世的靈魂搭輸了 歷史上從來空前絕對大規模 我們很有幸 生成孫子被拣選生長在這個時 出生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 我們就是要被拣選起來 那個時候你要知道我們的位分跟職位 先要趕快預備 到時候你就知道說該怎麼做 然後呢 上帝也一舉說 那個約爾蘇第二張末後的大交冠 聖靈的大交冠 那個2000年前的那個馬可羅那一次 就是五星節那個只是開始的縮影而已啊 末後的雙倍的春雨秋雨那個兩次 一次交冠 那個就是在末後的世代了 OK 所以大家要準備好 但是呢 這個當然我們在這個 我們要信的有根有基嘛 所以我才說 我剛剛講的這些在理性上面 你也要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OK 好 然後呢 民主黨黨的改變呢 到了2016年的時候 那你看 現在八年過去了喔 這八年的真的是危害很大 八年過去呢 到了2016年很 Repeal Helms and Hyde 為什麼他的黨黨 2012年把這個同性婚姻寫進去 其實後來到2016年 2018 1716 對 應該2016也是達到目的 還是2015年 大家記得那個 就是那個最高法院的那個 差一票 差一票 五票或十票 就是這個同性婚姻的解釋憲法案 有沒有 大家記得嗎 那一次下去 基本上他們那個2012年那個黨綱不是成立了嗎 就成立了嘛 那現在呢 就是進入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議題啊 還有一個議題啊 他們還沒有 還沒有全面達到的目的 就是這個 他們要Repeal Helms跟那個 Hyde 那這個呢 就是海德修正案 跟那個赫魯斯修正案 那奇怪呢 就是說 這些東西跟國際民生有什麼關係 老是討論的東西啊 OK 可是這個偏偏就是聖經裡面 在現代的兩個巨大的哥利亞 我們這世代要fine的兩個巨大的哥利亞 剛剛就講到一個同性婚姻的嘛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講的這個墮胎嘛 OK 就是這兩個 你看看舊約裡面一再警告 就是這樣子嘛 OK 好 那麼一個是左東馬 二諾拉的一個世代 一個是那個如辜人選的嘛 那 你看看過去的從1972年開始的那個 那個宣判 那個墮胎是合法的權利以後 到現在美國墮掉了五千萬 五千萬的 五千萬的心跳不見 我不管他們是怎麼講說 那個人的生命從哪裡開始 你沒有辦法否認心跳 五千萬的心跳就在我們這個世代 被停止了 不是他們的意願 耶和華神是孤兒寡婦的神啊 祂是Defend Defendless 祂是為了沒有辦法防衛祂自己的 祂是出面防衛 你可以想像祂的憤怒嗎 你可以想像五千萬等於是把台灣的 兩個世代兩個世代 兩個generation 台灣的也不過兩千三百萬 要把台灣的從南到北兩個世代 剁掉 你想想看 好 所以呢 可是呢 這是他們的目在來的 或沒有要完成的一個事情 所以那個希拉維在那個競選的演說裡面 也特別講到他們要取消這個 他們要取消這個海德修正案跟賀古斯修正案 那那裡面的海德修正案是規定說 對政府的經費不能用來補助那個墮胎 就這樣 除非有些特殊的狀況 那賀古斯現在說這個政府的錢啊 不能夠拿去海外去幫助那些其他國家 演講做這些的事情 可是他們為什麼要推到這個 因為呢 就好像他們在推這個同情 沒有GPT力量 為什麼現在搞到連台灣都是這樣 就是因為美國代表 那美國是他們的外交就是內政的延長 那他們要在全世界要結盟 他們全世界的結盟他們要理念要先能夠結盟 理念要共同 所以呢 他一定要他國內所認可的主流價值呢 他同樣要輸出到國外 透過外交 而且各樣的補助 來鼓勵那些國家也同樣達到主流的 跟他們的主流的思想是一樣的 所以美國認可什麼主流價值呢 全世界就跟著跑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美國的選票 這樣會牽舉到全世界的一舉一動 就是這樣子 好 再下來呢 我跟大家介紹 好 那這樣子大家基本上就從這個 1991年 2001年 然後2008年 2006年 現在我們進到2018年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 剛剛講的一壘到二壘 他們已經跑完了 你想像我們現在打棒球 好 那他們呢 這些colopolis 一壘二壘都跑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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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